洛杉矶湖人队一哥 克比布莱恩 今晚打完最后一场球 就要正式退役 这也让这场 湖人队犹他爵士的比赛 可以说是格外受到瞩目 布莱恩的粉丝 是早早抢购球票 要一读他在球场最后英姿 现在比赛还没有开始 我们晚间新闻记者王宇成 也在Stable Center 在进行连线前 我们先听听现场 各地前来的球迷怎么说 我是从北京过来看这场比赛的 我从新加坡过来的 我是从北京飞过来了 我洛杉矶本地过来的 我从旧金山过来的 因为时间就停在这一刻 以后就不太是湖人的球员了呀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虽然我不期望他那么快的到来 我觉得没有看到他的开始 我要看到他的结束 他就是我打篮球的动力 我希望不会像当年乔丹一样 就是只是篮球场上的英雄 我希望他能有更多领域的成就 我希望他身体能健康一点 能偶尔去意大利踢踢球 会很遗憾 会很不舍 还会很希望再看到他的这场比赛 他就是我打篮球的动力 你会希望他过得开心就好啊 真的 希望他身体健康 然后继续为篮球做贡献吧 我希望他身体健康 希望然后希望他能继续在胡人队 当个总经理或者总教练什么的 希望他去中国打下球吧 希望身体健康玩儿继续出现在公众的事业里吧 Covid fighting 听完现场球迷的感言 我们都知道要想取得这场比赛的球票 是难上加难 也要付出一定代价 我们连线人在Staple Center的王雨晨 雨晨有没有进一步了解 这些球迷究竟是付出多大的代价 才能进场看球 雨晨 是的 是的主播 那我在现场的时候 也是跟很多的球迷沟通 发现很多球迷都已经至少是提前一个星期 或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买票 那根据他们选择的座位不同 还有买票的时间不同 他们的票价也不同 那基本上来说 可以说票价从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 那也有很多从中国来的 球迷是花了两万多三万多人民币 去买了这张球票 所以就为了看Covid fighting这场羡慕演出 那在汽水疯 跟同众的时候 也发现很多球迷都受这个Covid fighting的影响 那他们来看这场群赛也是跟Covid一起来 像进度一样 在这个羡慕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个盛宴 那现场我也是可以看到 在Sovid Center外面 整条路上有很多布置 都是球迷跟Covid brand 他的照片合影 还有就是很多小的游戏 也是跟篮球有关的活动 那其实在现场开始之前 就有很多球迷 提前几个小时到达现场 等待球迷入场 甚至是等待这个入场入口的时候 看他们这个汽车的这个情况 主播 好了 除了球票是一票难球 这场比赛媒体更是挤破头 宇晨 现场媒体究竟是怎样一个阵兆 是的 主播 其实在这个现场之前 就是有很多的媒体申请 在这一次的报道这个Permit许可 那实际上呢 有数百家媒体都是被拒绝了 而现场当中呢 还是有数百家媒体在里面 那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 Sovid Center旁边的 Covid Center的街上 是停满了媒体的转播车 而在现场当中 我们也是跟主办方沟通知道 在里边的报道中呢 也是来自有全国各地的数百家媒体 那这一天也是对他们来说 是把Covid Line的最后一场减出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雨晨 在现场明天体育新闻中 我们还会有关于这场球赛的相关报道 我们还会有关于这场球赛的相关